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简单的带着大家 安装了一下我们的MySQL数据库 安装之后呢 又带着大家写了一下 我们的登录与退出的一个命令 那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往下学 还记得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最常用的几个形式 MySQL -U Root -P 可以写密码 也可以回车 来输入密码 那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欢迎界面 在欢迎界面中 首先看到command and with 分号 all 反斜杠 小G 那这句话呢 告诉你我们的Sirco语句 默认的命令分割幅射 分号 或者是反斜杠 小G 那再往下还需要知道的呢 在这儿 看到type help 你可以使用help 或者是反斜杠 H 来查看我们的帮助手册 那之后呢 我们也会带着大家 告诉你如何来查看 我们的帮助手册 还有一个type 反斜杠C to clear the current input statement 来取消当前的输入 也就是当前输入的命令 不会执行 那一会儿呢 也带着大家来验证一下 那接着看到登录成功之后 在这儿 这是我们的命令提示符 默认的命令提示符 是MySQL大约号 而且我们也说了 在登录的同时 可以来修改命令提示符 通过 杠杠promote命令 来修改 那我可以改成一个king 这是我们写过的 那就看到你的命令提示符 是king了 那接着看一下 再往下 交给大家第二种形式 来修改我们的 命令提示符 以及我们常用的 命令提示符的一个参数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通过 杠杠promote来修改 也可以在登录之后呢 通过promote命令 来加上你的提示符 来修改我们的 命令提示符 也可以 那再往下看到 我们命令提示符 常用的参数 像 反斜杠大地 完整的日期 反斜杠小地 当前的数据库 当前打开的数据库 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 学数据库相关的一些操作 那学完之后呢 这一块你就可以用上了 那反斜杠H 是服务器的名称 那反斜杠U 当前的用户名 这四个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在登录的同时来修改 也可以登录进来之后 通过promote命令 来修改你的命令提示符 我写成一个反斜杠U 你看到 变成我们的root了 当前的用户就是我们的root 也可以通过promote 再把它改回去 买色口单约号 你看到 又修改成我们原来的 命令提示符的样子 那接着也实验一下另外几个 promote 写成一个反斜杠H 来一个at for反斜杠U 再一个反斜杠大D 反斜杠小D 你看到 你的命令提示符 当前的主机 当前的用户 完整的日期时间 最后一个反斜杠小D呢 代表当前打开的数据库 你还没有打开数据库 所以说此时显示的是一个no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这些命令提示符呢 你可以自由组合来使用 那你也可以在登录的同时 也可以使用这样一些参数 杠杠promote 等于谁呢 等于一个反斜杠U at 或者反斜杠H at反斜杠U root 你看到 我们的命令提示符呢 就是localhost 加上这个符号 root 来修改我们的命令提示符 这是一点 那接着再往下 登录进来之后呢 当然需要管理我们的数据库 那管理数据库的时候呢 你写的都是一些色控命令 那像我们常用的一些命令呢 看得到当前的版本 我们可以使用 登录的时候 杠大V 或者杠杠Wolson得到 或者你可以使用这个 selectWolson 那接着当你写完之后 我们先把它改回来 写成一个promote mycircle 默认的 当你写完之后 写成一个selectWolson 你看到我都是大写的 当然呢 我们的circle语句呢 是不区分 打小写的 还记得我们说了 默认的circle语句 分割符是谁吗 对 是分号 或者是反斜杠G 你看到得到我们的版本 select 这次我的小写 selectWolson 大写和小写是一样的 再来一个反斜杠G 这是默认的命令提示符 同样的也得到了我们的版本 像得到我们的当前的日期时间 可以selectNow 包括得到当前的用户 selectUser 那其实这样的一些呢 都是我们的系统函数 你可以试验一下 selectUser 当前的用户 root at localhost 或者是select 写成一个Now 得到当前的日期时间 2014年12月26号 日期加时间的一个形式 但是在这儿我们需要注意 在书写circle语句的时候 有一些注意项 我们需要注意 首先 关键字与函数名称 全部大写 所以说呢 我们不区分大而写 第二点需要注意 我们的数据库名称 表名称 包括我们的字段名称 这样全部要小写 这也是一个良好的书写色口语句的一个规范 第三点 色口语句呢 必须以分割符结尾 那默认的分割符 在登录界面中 我们也看到了是分号 或者是反斜杠小G 当然呢 一会儿交给大家 也可以来修改我的命令提示符 也可以 再往下 我们的色口语句呢 支持折行操作 那只要我们不把单词 标记或者引号 这样的字符串分割为两部分 当你发现一行中写不下的时候呢 你可以回车 你可以在下一行或者下几行来写 都可以 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写一个操作 看一下 就拿我们得到当前的日期时间 select 写完之后呢 你说我想在下一两行写 显成一个no 那接着呢 我们括号回来 这是我们的系统函数 再往下 你说结束 分号 你看到 和你在一行中写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你不能说写成一个词 SELEC T 再加上一个no 把一个单词拆开 这是不可以的 你看到 就报错了 而且大家需要注意啊 在我们的数据库中 报的所有错误都是英文的 但是呢 你也要尝试着去 查看 会看这些错误 因为呢 都差不多 这就是一个语法错误 那第二点 你需要注意 当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你看 假如说写成一个selectno 不小心你敲了个单以号 本来你要敲分号了 接着你要回车了 回车之后 你说我再分号 你再怎么分号 是不是也结束不了啊 对 我们的引号 一定要成对出现 这时候 你看到我的命令提示符 这有一个单引号 它在等待 它的另一半出现之后 才能结束 你看 分号 这时候才结束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需要注意啊 不要把引号 分开来写 不要把你的引号 分开来写 当你写完之后 看到命令行 出现这样一个 等待的一个 另外一半单引号的时候 你需要把它补全 之后呢 再结束 这样才可以 这一点 需要注意 否则你说退出 都退出不了 你写成一个单引号 你说exit quit 这都不行 你看到 必须把另外一个单引号 补全之后才可以 那这时候呢 你也可以选择什么呢 你选择Ctrl-C 你看 还是不行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再往下 再来看 我们的数据库名称 表名称 字段名称 尽量不要使用 我们的MySQL的保留字 那如果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使用反引号 将这个名称 扩起来才行 否则呢 也会报错 那这个呢 等我们讲到 这个创建库的时候 或者用到名称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大家 验证就可以 这是我们在写 这些SQL语句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 这样一些点 这些点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养成一个 良好的代码习惯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刚才说到了 在我们的登录界面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了一个 反形纲C 取消当前的输入 什么意思呢 写成一个select reason 当你说不想执行的时候 第一你可以把它删掉 第二呢 你写成一个反形纲小C 你看到 这条命令 没有被执行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呢 你再来 还说到了我们的 默认的命令分割符 delemator 可以通过delemator 命令来修改我们的 默认的命令分割符 你写成两个斜线 你看到 没有报错 那接着你再写上一个select no 接着你加分号的时候 你看到 是没有执行的 因为你通过delemator 改了我默认的分割符 你可以通过两个斜线来结束 select no 两个斜线 select reason 两个斜线 因为你修改了 默认的命令分割符 那这时候 想把它改回来 再通过delemator 改成分号 好 又回来了 那接着你再写上一个select no 又回去了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还是需要注意 我们在写的时候 我们还说过 还可以在登录的时候 通过delemator 来修改我们的 命令提示符 也可以 我们先退出 my circle-u root-p -delimator 等于谁呢 两个斜线 好 那接着你再看 写上一个select no 两个斜线吧 你按分号 它并没有结束 因为你已经改了 除非你再通过delemator命令 把它改回来 这样的形式 再写成一个select no 又回到了 之前的默认的命令分割符 那接着在下面的时候 假如说 再想把之前打过的命令 打出来 掉出来 这时候呢 你不用每次再重新写 掉出之前的命令呢 你可以按住键盘的上下键 你看 按上 就把你之前所写的命令 全部都掉出来了 按下呢 就往下走 这样的形式 这一点大家也需要注意 当你发现之前的写的命令 你现在需要的时候呢 就可以按键盘的上下键 掉出之前所写的命令 这是一点 那最后还有一点 如何来开启 我们的MySQL的输出日誌 在这儿呢 我们会把每天 给大家写的这些命令 输出到我们的文本文件中 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参考 特别是到以后 我们常写一些 见酷啊 见表的一些操作的时候 常写一些SQL语句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 把所有的命令 输出到文本文件中 那怎么来开启 我们的输出日誌呢 可以通过反斜杠 大T来开启 把它保存到哪呢 假如说保存到 我们的G盘 PHP DEV 假如来一个MySQL 5.6 或者MySQL DEMO 保存到这下 那接着呢 你就可以通过反斜杠大T 接着把它粘贴过来 下的MySQL 1.txt 你看到 login to file G盘下的MySQL 1.txt 当你这样写完之后 在我们的G盘下 就多了这样一个文件 那接着从你开启输出日誌之后 你所写的任何命令 它都会保存到 我们这个文本文件中 包括你出现的错误 看出现的错误 包括我们写delivator 好你说现在我的操作完成了 我不想再输出了 想结束我们的输出日誌 可以通过反斜杠小T来结束 out file disabled 这样我们就已经结束了 结束之后你再来看 在G盘下 这个文件中已经有内容了 那刚才呢 你就输入了一个MySQL Select Now 你也可以在这来编辑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来写一些注释 这是得到当前的日期时间 这是执行的结果 包括你写的错误 哪出错了 包括最后我们修改了命令提示符 结束了我们的输出日誌 都可以 那以后呢 我们再来讲其他内容的时候呢 会把我们所写的任何命令 都输出到我们这个文本文件中 这只是一个测试 好那这节课呢 简单的又交给大家一些常用的命令 包括书写色口语句时 需要注意的地方 下来之后呢 大家自己做一个测试就可以 那接下来下节课呢 我们就开始来管理我们的数据库了 好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